大家好 说包子迪躲在这个地下室 过年 完了以后呢身边一对太监给他拍马屁 是吧 连过的肯定是很热闹的啊 所以包子迪有一个讲话 说2024年是中国人特别特别喜欢的农年 农 中国农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象征 完了以后呢就吹了一番所谓的农文化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叫老包 是吧 叫狗不你包子 说的是自己都嗨了 自己都爽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 因为习近平1953年生人 他是属蛇的 蛇这个东西呀 他是一个叫什么 他是小农之称 是不是 属蛇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牛逼人 所以呢 在这里吹牛 是吧 是属蛇的 有点意思啊 说他是一条这个真农天子啊 完了以后领导中国人民啊 建设中国特色特别色的时候 准备饿死好多万人 饿死几亿人 是吧 挺有意思 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圣经传统文化啊 我们都知道农是一个恶的象征 是吧 你看农长得那青面鸟牙的 其实他是魔鬼的象征 蛇是什么 是罪的化身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是真农天子 说明你是一个恶的象征 如果你是属蛇的 你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 蛇是什么 是魔鬼 是吧 魔鬼化身为蛇 撒旦 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说的 说习包子 他也不懂这些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分析分析 要扯吧扯吧 在这个大连初一的晚上啊 我们讲讲这个话题 我觉得是有点意思的 我认为是个很有价值的话题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呢 跟整个主流世界 跟西方社会文面传统啊 他真的是不对付 你说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中国人就喜欢八 喜欢六 那六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 是不是 它是一个恶的象征 是撒旦 六六六放在一块 六六大顺 但是在西方文化里面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这么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个农这个东西啊 你看那个谁 那托尔金写的这个魔戒 是吧 里面就有一个农 那就一个贪婪凶残 是吧 无额不作 是吧 但是我们中国人觉得 哎 遥远的中方有一条农 是吧 人人都会唱 唱的还挺起劲 他也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可怕的寓意 他也不想那么多 所以你会发现 等我们长了一点见识以后 我们发现中国人为什么全世界不遭人待见呢 是真的是我们穷吗 是真的是我们不文明吗 我觉得都不是 就是有一种 你有的时候感觉到的 有的时候感觉不到的一种观念的分歧 就是中国人是农的观念 是吧 西方人呢 西方人是什么 是天使 是和平哥的观念 他不一样 是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呢 看见我们中国人就不喜欢呢 我们经常在这个自由世界 真的有的没的都有的 都感觉到别人对我们的歧视 这是有的啊 但是我这个人呢 一般呢 我把自己收拾的体面一点 我在公共的行为方面呢 我特别讲究 是不是 比如我开车 我从来不违规 我在餐厅吃饭 我从来不大声叫喊 我都感觉到自己 尽量的在生活的细节方面 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让人家看到以后 虽然他觉得你可能是一个从中国来的 他对你有点不屑 但是他看你还挺有样子的 是吧 挺文明的 慢慢他也会改变对你的印象 加上你在一个自由世界 你又认真的履行 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照张拉税 还能够时不时的奉献一点点 去关心一下别人 慢慢慢慢人家就改变你的印象了 是吧 就对我们就挺尊重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观念真的是有问题呀 关于农这个东西呀 那中国人就从来就没有反思过 到了习老子这会儿 他就偏偏就就就就把这个这个话呀 就大声的喊叫出来 是吧 是不是 春节期间 习包子大声吆喝农年的意义 中国农的伟大 是吧 他身边的一群太监的就赞美他 觉得你是真农天子呀 是不是 但是其实为什么要这么喊呢 他说北京的饭食局有一种说法 说今天是农年吧 是吧 完了以后呢 那个谁 习近平属蛇的吧 哎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块 那可不是那么的吉利的一个词啊 不是一个吉利的现象 但是毛泽东也是属蛇的 毛泽东死于1976年 76年是农年 我们都知道1976年农之年 那就是中国是天翻地覆啊 首先是唐山大地震 死了多少人吧 对不对 完了以后是共产党的几大魔头 几大魔鬼 几大魔头 几大杀人犯 几大坏东西 都死于1976年吧 朱德先死 然后周恩来死 周恩来死了 毛泽东高兴放鞭炮 以为自己还可以活很久 结果没多久 几个月之后 这个毛泽东自己也咯屁了 是不是 他还以为自己把周恩来搞死了以后 周恩来死了 他真的可以大权赌暖 然后完了以后把权力交给江青 交给华国锋 然后毛家天下就是东方不败 永不变色 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毛泽东自己也死了 这也挺有意思吧 是不是 所以1976年是农年 农年遇到一个皇上叫毛泽东 毛泽东属蛇 毛泽东也死了 那你想想今年也是 2024年是农年 是吧 完了以后呢 习近平恰好也是属蛇的 那是不是他又学毛泽东 他的移步移趋嘛 跟毛泽东的玩法是一毛一样 是不是 那是不是今年细胞子一定会死于农年呢 一条蛇死于农年呢 你说如果是习近平在2024年死了 那多爽啊 爽歪歪是不是 首先他的死就有双重的寓意 就跟这个76年一样的 你看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 过了两年邓耀平就开始坐稳了江山 就开始搞改革开放 是不是 毛泽东一死 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吃饱饭了 是不是 毛泽东一死 中国的年轻人终于可以考大学了 是不是 毛泽东一死 中国的农民终于可以自己种自己的责任田了 然后说毛泽东这辈子啥对中国人民的有益的事情都没做过 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就他娘他终于死了 他一死就有办法了 是吧 中国人民就有希望了 那现在的情况又一毛一样 习近平不死 我告诉你 你们这些留在中国的这些老百姓你就且等着吧 有你哭都哭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是天天忽悠大家 因为习近平太年轻了呀 因为1970年毛泽东83岁啊 是不是 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不多就已经是很高瘦了 是不是 那么习近平今天他娘的才71岁啊 他会不会死是个问题 但是按照这个中国的风水学 按照中国的这个疫经 是不是 那绝对习近平就应该在192024年农年 一条蛇 是不是 一条魔鬼 是吧 死于罪恶之年 是吧 挺吉利的一个事情嘛 所以说这个算命先生给习近平讲的这个事情 习近平心里也是心脸神会 所以他这么一个共产党的一句说自己是一个无神论的这么一个领袖人物 在那里公开的在会场上啊 大声的扯出他的那个破嗓子在那喊 今天是农年 中国农 是吧 我们要大干快上 弄些修子加油干 其实他是给自己壮胆 是吧 所以关于这个农年这个东西啊 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搞清楚这些事情 所以他说这个 这个 这个 疫经里面啊 有一挂叫钱挂 是吧 好多农 是吧 浅农勿用 是吧 贱农在天 是吧 终日浅浅 祸月在渊 是吧 飞农在天 是吧 坑农有毁 哎呦呦 一步一步的 全是农 是吧 全是一个一个的吃人的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鲁迅老师说的 我翻遍了中国史说 就看见两个字吃人 因为他们的中国人的头领都有一个巨农啊 巨农巨农里擦凉烟 下面全是韭菜吃 是吧 都是这样子的 中国人都不反思的 你想想吧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面 为什么人家的文化传统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把农这么一个怪物 把它推到我们的图腾的位置 什么叫图腾呢 其实就是偶像呗 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小孩啊 在那里瞎读书 就根本就没读明白 就是学 学 学的都是一个时髦的新词 一次看见图腾 中国文化的图腾 几个意思呢 是不是 也不懂 是不是啊 觉得这个词挺屌 是不是啊 然后一同乱用 然后呢 好多好多年以后 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图腾啊 就是偶像崇拜 就是中国人把农这么一个怪物 把它做我们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的观念 中国人的一切一切的最高的 它其实是一个经济崇拜物 它也是一个政治崇拜物 它也是个权力崇拜物 它也是一个什么 社会的崇拜物 哎呦 非常的吓人 倒是都是这些个浓 浓来浓去的 据说现在是细胞子的最高阶的 就抗农有毁 我没念错吧 是坑农还是抗农 抗分吧 应该是 抗 听一下 抗 抗农有毁 是不是 没念错啊 说细胞子啊 到了最高的阶段 首先是浅农 然后是贱农 然后是这个什么 飞农在天 说习宝子过去十年 飞农在天 把中国经济 中国社会终于飞煤了 对吧 现在是抗农有毁 开始呢 知进之退 知进退从亡 而不失去政 才能保身 保富贵 保持事业的兴旺与不断的发展 所以习宝子在2024年 它如果不退休的话 它如果不辞职的话 它如果不狗屁的话 它的家破人亡 它一定会 它的彭丽媛 它的闺女 它的妈 它的一切的一切都要被人搞死 所以你要记住啊 你要知进之退 你不要拎不清 小心那些人把你给吃了 这是我今天在北京听到的 他说习宝子在大国年的 高喊农年的意义 中国农的精神 太监们就赞美他是一条真农天子 但是呢 懂行的人 有文化的人 都说习宝子今年是他的灾难之年 是他的死期之年 是他的知进退的一年 如果你不知进退 你会家破人亡 我跟你说清楚 谢谢